效法跟随尾声这个 这是当时所谓的门徒的一个第一 对我们今天来讲 我们转化成今天来说 我们叫做铁粉 铁杆的铁 粉丝的粉 这叫铁粉 我就要让大家能明白 今天我是某个人的铁粉 他坐飞机到拉斯维加斯 去唱歌或演唱 我就搭机 我买了机票 我包了旅馆 我就飞过去 我就站在机场门口 我就打开了看板 欢迎某某某 我是你的 这叫铁粉 然后呢 如果这个被我跟的人呢 他如果说一句话 说我很喜欢某某这个衣服 那我马上就去抢买了 他要穿什么 我就穿什么 他带什么我就带什么 这叫铁粉 OK 觉得怎么会有这样子 但是真的是有这样子的 这是很实际 他是真的很委屈的 那你说这太好笑了 那我跟你跟你讲一些比较不好笑的 OK 每天早上 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某一阶子铁粉 今天早上 起来第一件事情 你走进厨房 烧开水 预备 拿一个杯子 倒一些黑色的粉末进去 放在热水的下面 冲开了一杯又香又浓的咖啡 你难道不是咖啡的铁粉吗 如果你没有咖啡 你觉得今天就不像日子 这不是铁粉吗 你是咖啡的铁粉 对不对 你知道在西雅图有多少人是Starbuck的铁粉吗 每天一定要去报到 每天一定要坐在那里享受一杯 这是铁粉 真的是 你有没有想过突然有一天没有咖啡的日子是什么 那就不是人能过的日子 对不对 我在座就知道有这样的铁粉 还有呢 你知道每一天 我们都希望在某一个时段 一定要看某一个节目 这是铁粉 因为不看就觉得好像少了那份喜悦冲喜 我们每个人都有在找一个铁粉 每个人都希望有一样是你可以觉得 心里感觉到 啊 这真的是很棒 我们都想跟 但是你有没有跟到合适的对象 耶稣在海边 其实那是伽利利物 在海边行走 他看到了在导渔这个渔夫这几位 所以如果对当时的渔夫 他们所要效忠的 他们所要看重的 是要照顾他们的渔落 要照顾他们的船 因为那是他们的生计 他们必须要每一天 他们都是去打鱼的 每一天捞到什么 就是他们当天能吃的跟收入的 所以他们今天就有点像是 你如果去轰堤棚 你看到在轰堤棚天气好 有人站在那边每一天要来等着做灵工的 他今天能做到什么工 就是他今天的收入 在耶稣那个时代 在渔夫是每一天 他今天去捕到什么鱼 他就能吃或能卖 他就有收入 也许你可能没有想到 如果你每一天的工作都是临时工的话 你能稍稍体会到 你所有的是你的技能 你能工作到的是你的收入 所以耶稣来到这个湖边 看到了这几位 那这就是来到我们今天的关键 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有机会遇见神 遇见耶稣他自己 在我们自己生活 觉得抓得最紧的 觉得我们自己最能够控制 是最熟悉的地方 耶稣要在那里来遇见 我再说了 我们很多人遇见神 以为是在这个教堂 或在一个聚会场所 但是耶稣要在你最熟悉 你却生计以为是你所有的地方 然后他还遇见你 稍微回想一下 稍微回想一下 对我来讲我是记得很清楚 是我在读初中的时候 我记得很清楚 那时候转学 进入公立的初中 那因为转学 人生地不熟 邻居也不熟 同学不熟 老师不熟 学校不熟 一转过去 瞬间感觉非常的失落 所以我的成绩也是一落千丈 所以老师就在周期上写得很清楚 你若不再努力 恐怕很难跟其他的同学病假齐驱 那时候对我就是所谓叫人生的危机 在学业上遇到人生的危机 我在想说我是要努力读书 可是我遇到这个危机怎么办 在那里我有机会就像耶稣呼召门徒一样 在我是学生 我觉得读书是我应该很会的 我遇到了危机 在那里我做了祷告 我向神说 神啊我来到这里 我要去补习 我要把我的学业提升起来 我怎么办 我怎么样能够跟家庭又冰架齐驱 那我想起来 神你不是说你是智慧的神吗 你是给智慧的神吗 神啊我向你祷告 请你让我有智慧 让我经验到你是真的 所以我向神做这样的祷告 这就是耶稣在我做学生的时候 祂让我来面对 我觉得我自己很能的或是不能的地方 祂让我遇见祂 所以我记得很清楚 我在神面前做了这样的很扎心很痛苦的祷告 神让我今天那个转变 我还记得那个是在高雄的第五层的楼上面 租的房子的房子里面 我做了很清楚的祷告 我看到神转变了 做了完祷告以后 我真的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但是我开始读书 我开始上课 然后我体会我整个人转变 所以我们全班 有16个人 我那时候大概48名一次 然后开始 我的成绩就开始往上走 最后走进到第10名以内 所以那个老师写的周记的评语 就没有下文了 因为他不能再说 你如果再不努力 就很难跟其他同学并驾齐驱 就不需要并驾齐驱了 因为我已经上去了 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体会到 耶稣对门徒的呼召 就是在你最有把握 或没有把握的地方 神问你说 来跟从我 你敢不敢在你觉得最有把握 或最没把握的地方 耶稣问你说 你要不要来跟从我 那你一定会想说 跟耶稣做什么 对不对 这是我们很多人想的 耶稣对他们说 来跟从我 我要叫你们得人不得欲扬 耶稣呼召我们跟从他 这是一个要求 这是一个挑战 只有耶稣敢在你我生命中 觉得最没有把握 或者生命中的危机 或者你要走过的一个挑战的时候 耶稣敢对你说你来跟从我 换句话说你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事情上 你来经验耶稣能不能带你走过去 如果你能够从这个过程 开始经验到耶稣 你跟神的关系的确是不一样 我再说了 如果在你的生活中 在你觉得不可能的地方 在你觉得你进了所有的能力 或者你觉得你最有把握的地方 你敢不敢让耶稣来对你说 来跟从我 所以耶稣也对了另外一个人 叫马太 叫睡地 他坐在门口 城门那边 他看每一个人 他就像 应该说像今天IRS的 他看到你 看到你穿的衣服 看到你的装饰 看到你的橘子 他就衡量满了说 你要付25块钱 这是年长退休年龄 少付一点5块钱 所以他会能够评估 你应该交多少钱 当然再加上5块钱 这是要进入他自己的荷包 所以是这位马太 他坐在那里 换句话 耶稣走过来 那他一看说 耶稣 看着穿着 大概收不了太多钱 但是跟了一群人 说不定他的属下 每个人交一两块也算不少钱 没想到耶稣来到跟他说 你跟从我来 他就起来跟从耶稣 这很值得你我深思 我再说 我们很快要到报税了 对不对 四月份 我再说 在报税的当中 你再次衡量了自己的身价 衡量了自己跟政府的关系 衡量了自己 要不要报税 对不对 总总 但是在报税的这个时候 这个人 耶稣对衡量别人的人说 你跟从我来 你想一个很会衡量别人的人 为什么要离开他 以以为生计的来跟随耶稣 这很值得你我深思 除非这个人是白痴 这个人真的没有眼光 他一看耶稣进进出根的这群人 他怎么要来跟随耶稣 除非耶稣说出的话 深深的进入他的心里 让他认识到 他所有有把握的 当耶稣说你来跟从我的时候 他发现自己没有把握 你会跟一个人是因为 你觉得那个人 有你所没有的 能够知道你所不知道 能够带领你要走 你不知道当怎么走的下一步 我不知道你去看医生的时候 你的反应是什么 看医生是一个艺术的人 也是一个学问 在台湾的时候 我的习惯是去看医生 我听医生告诉我 我应该要做什么 对不对 那我来到美国就学了很多 第一个 你去看医生的时候 你先要知道 你为什么要去看医生 因为医生会问你说 你为什么来看我 那如果是在台湾 因为我说你是医生呢 我来看你 你不告诉我 那我来看你干什么 对不对 那在这边的话医生就说 你不知道你为什么来看我 你来看我干什么 你浪费我的时间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文化上的差异 所以当我们 在这样一个过程中的时候 你了解耶稣所对 这个渔夫所要说的话 是什么呢